這個呢 因為漲電價 所以 最近包括經濟部甚至包括行政院被批評的很多 這個是經濟部的圖卡 他說用電比較多的麵包店呢 你可以改選時間電價 一個月可以省一萬七 那這個時間電價 經濟部或者是台電沒有告訴大家的是 你要用時間電價 你必須先去安裝智慧電表 院長這您知道吧 你要安裝智慧電表呢 還沒那麼簡單 來 院長給你看一下 台電的網站上面告訴大家 智慧電表呢是逐年分批部件 你不能主動去申請 除非是用電大戶 或者是你的住家有再生能源併網才可以 所以很多人現在也沒有辦法去申請智慧電表 我們說叫麵包店用時間電價 他如果沒有智慧電表 也沒有所謂的時間電價可以申請 甚至很多人常常在半夜洗衣服 像我常常就會半夜洗衣服 後來才發現半夜洗衣服其實也沒有比較省錢 因為你沒有智慧電表 智慧電表只有住家可以裝嗎 來 這個可能部長您還要再上來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請衛福部幫我整理了一下 部立醫院裡頭有安裝智慧電表的 還蠻多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醫院是沒有安裝智慧電表 比如說新營醫院啊 比如說恆春醫院啊 比如說巴黎療養院啊 加南療養院啊 玉里醫院 這個都沒有安裝智慧電表 這是醫院喔 來我再給您看 這是高雄市的醫療院所裝置智慧電表的情況 高雄市的市立醫院 高醫大腹射醫院 甚至國軍總醫院都沒有安裝智慧電表 所以他們根本也沒有辦法申請所謂的時間電價 也沒有辦法能夠更有更多的節電措施 院長這個就是我要說的 我們在講說電價漲了 對於醫療院所的負擔是沉重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 衛福部你們先去盤點 這些醫療院所到底有哪些 連智慧電表都沒裝 是不是能夠push他們 或者是我們責成臺電 要求臺電跨部會合作 讓智慧電表 早日把所有的醫療院所全部普及 有沒有可能 我想我們讓衛福部跟經濟部一起努力 這個應該盤點不是太困難 因為經濟部一定有Data 然後衛福部這邊有醫院的名單 match一下大概就可以有了 我想請他們跨部會來做 這個當然我們在談到 要不要補貼醫院 或者是醫院要不要動漲電費 我覺得安裝智慧電表這件事情就是第一步 所以是不是能夠請衛福部也能夠加速 至少你先盤點這一塊好不好 我們好